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成功前置的人则会找到方法 只要有决心就找得到方法 决心是关键 有决心的人总是会找到长期下来成功的方法 没有决心的人则是一看到困难就随时准备放弃 一心想住借钱而不是还钱的人 坏运总是跟着他跑 任何人在背负沉重债务的情况下 都很难理性思考 更遑论积累财富 在开始任何积累财富的计划之前 更有效的做法是采取积极行动并摆脱债务 任何有沉重债务负担的人 想要摆脱债务并获得更多自尊的计划是 一、这项计划是为了美好未来而设计 因此要将收入的10%用于长期储蓄计划 二、债务人及家人仍需要正常生活费 因此收入的70%必须用于该募 三、带住剩下20%的收入 以及一份提案去拜访债权人 列出所有债务的总额 以及按比例向所有债权人定期还款 直到所有债务全部偿还的计划 没有债权人会得到特殊待遇 但都会得到同等待遇 每个债权人都将按总额的比例定期收到海款 这项计划的好处是 它为未来提供了希望 同时也是彻底摆脱债务的实际方法 四、当一个人习惯了仅靠收入的70%生 活、他们就可以在还清债务后 继续过这种生活方式 然后,他们就可以考虑 将用于投资的储蓄从收入的10%增加30% 大多数人都因为尴尬而害怕接近债权人 但是经验显示 大多数债权人您可有一个具体而实际的计划 可以让情况获得解决 而不是让情况无止无尽拖延下去 五、当与债权人联系时 请提醒他们,在收入的70%供生活开销中 他们仍然是现金付款的首选商家 换句话说,他们目前的现金业务仍将继续下去 现有的债务则将逐渐但有规律地减少 如何聪明花钱 每当你想买东西时 先问自己这十一 各问题 买东西前先想想你如果想做出更聪明的财务决策 就必须留意自己是怎么花钱的 包括考虑你购买或是莫买的每一样东西真正的成本 使用真正的成本来判断究竟值不值得 每当你考虑买某件东西时 停下来想一想你真正的实心 把你的工时,每日的通勤,工作的准备时间等全部算进去后 你一小时真正赚到的钱是多少 计算你真正的实心 然后每当你想买东西时 问自己以下十一个问题 一,买这件东西会让我多快乐 很多时候,当你停下来想一想买那件 东西会为你的生活或职业带来的附加 价值,你会发现很多你觉得买了会开心的东西 其实并不然 花钱要留心,买东西是为了带来价值 而不是因为你无聊了 二,我需要赚多少钱才能负担这件东西 想一想你为了买这件东西需要工作多少小时 也能提供一些看法 别忘了,你也要把赚到纳税金额所需的时间算进去 三,为了付钱买这件东西 我得花多少小时的生命来交换 钱是无限的,但你的时间绝对是有限的 你是真的在用一部分的寿命买东西 所以你要弄清楚那个数字 务必停下来仔细确认 你买的东西值得用 你花费时间换来的钱来付账 四,我负担得起吗? 答案要看你的财力,个人净值 以及你存了多少退休金而定 好多人入不敷出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值得问 如果要聪明地存下退休金 你得做出一些取舍 延迟今日不必要的消费 明天就能获得更多时间与自由 五,用百分比来比价的结果 三元与四元的产品价差一元 听起来莫差多少 但事实上差了25% 取得25%报酬率是很惊人的事 务必计算百分比差异 确认真的有必要买更贵的 赚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花掉 六,可以买便宜一点或用交换的吗? 很多时候只要找一找 或是有耐心就能找到更便宜的选项 买二手货,不要买新品 也能省下很多钱 你应该问问自己 是否值得多花钱买新的 有没有办法用换的 或是以物易物? 七,我为了图方便花了多少钱? 事实上,花很多钱买的东西 要是自己在家里做会便宜很多 有食品质也更好 举例来说 餐厅要价60美元的一道菜 在杂货店买说不定只要15美元 真的有必要为了餐厅气氛 多花45美元吗? 八,在我的余生中 这件东西每年会花我 多少钱? 即便是金额很小的经常性支出 例如每天买一杯咖啡 都会影响你的退休金 这不是问题 不过你还是该算一算 想一想 你想要一年花1000美元买咖啡 还是要10年后多? 1万元可以利滚利 你要深思熟虑 选择你要的生活方式 九,这件东西每次的使用成本是多少? 你买一件东西时 如果以后使用的频率不高 那么阻止自己购买昂贵进阶版的方法 就是提醒自己使用频率有多低 算一算每次使用的成本后 就能做出更合理的决定 判断是否值得 买进阶版 10,我花在这件东西的钱未来将值多少钱? 你今日买任何东西 意味那些花掉的钱不会替你带来退休金? 也就是说 你今日花在车子上的4万美元 在接下来的20年、30年 将不会以每年7%的负利增加 你要确认你今天买的那件东西 值得你为它放弃末来可能产生的所有收益 11,这件东西在未来能替我买到多少时? 兼获自由? 这题大概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在计算时 你会发现你今日每投资25美元 都能让你未来多赚到一天退休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靠聪明购物省下一百美元 就是多买到四天的自由 记住 务必要以未来的时间为单位 量化你所有的消费 那个数字将影响你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在此告一段 若 您可随着后续的美妙音乐 静心思考今天的内容 即使只有一句话能够撼动你的心灵 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 我便会为你感到欢喜万分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这次分享的内容 请帮我点个赞 并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也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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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